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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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初的時候就有 拿到不錯的成績 就覺得好像有機會 可以在奧運上大牌 可是當那時候確定要延期的時候 就會變得有點 會很像覺得好像什麼事情都已經 都停下來了 都停擺下來了 而且疫情越來越嚴重 因為之後還是會參加其他的比賽 然後這幾場比賽 尤其是2021年 開始的 那一場比賽 我覺得是我自己的個人最強 然後就看到 好像真的又不一樣了 就會覺得說好像這其實是一個 短績 多排的機會又更大了一點 對 而且這一年的時間 連看到我自己在想法上面 或者是在技術上面 都會更成熟 以前吧 小時候比較會去想這個問題 就想說最後一天一定要去奧運 拿什麼 但是當自己一步一步走到這個路上的時候 會覺得那這一切都是 你努力過來的 我覺得就是一步一步把 你把每一步都踩穩的 然後扎實的站穩的腳步 然後 慢慢的你就會感覺到你 所以 你最想要的目標越來越近 因為長時間在日本一定訓練過 所以就會 當然就有結交一些日本的朋友 就是會幫我加油這樣子 然後就是希望我就是 能夠為台灣就是 拿到榮譽這樣子 然後如果這是在日本比的話 就是他們又更能夠清楚的看到 這個過程 我會覺得有一點點感覺是 在家裡比賽的感覺 第二個家的感覺 我覺得很特別是 剛好就是在日本舉辦 奧運 因為必須 樓到這個項目是 起源地就是在日本 所以我覺得應該會受到更多人的 關注 那可能今後會想要在日本去 就是訓練 就像真理學這樣子 就是長時間在那裡訓練 我覺得對我來說幫助會很大 就是可以讓他們更 就是更看見 其他國外好的選手啊 對 尤其我們又是台灣 我覺得奧運我們一定要先好好休息 這樣子 對 然後就是調整一下 然後再重新出發 因為畢竟 就是下一個目標就要 就要來了 就是還是要先調整好自己的型態